還不是災難的結束 只是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啟示錄》第六章十二節到十七節 我讀一下 揭開第六印的時候 我們有看見地大震動 日頭變黑像毛布 滿月變紅像雪 天上的星辰墜落和餘地 如同浮花火樹被大風搖動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 天舊挪移好像蘇冰被捲起來 山領海島都被挪移民海捛衛 地上的君王成宰將軍師父 趙勢而卻為奴的自主 都藏在山洞的岩石線 像山岩岩石說 倒在我們身上 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做寶座的面目 和遭殃的憤怒 因為他們的憤怒的大日 誰能站得住呢 這第六印是指災難的起頭 當神創造了萬物的時候 天象整個都是有次序的 都是有趣的 比如你看那個啟示錄的 創世紀第一章十四節 創世紀第一章十四節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 可以分昼夜 做記號定節令 年歲 並要發光在天空 土照在地上 是就這樣成了 於是神造了兩個大光 大的廣咒 小的廣夜 又造重心 就把這些光擺裂在空中 土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別明暗 神看的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四日 就是創世紀第一章十四節到十九節 就是第四日 神把混亂的變成有序 那造好了以後 神就繼續地維護它 在《西伯來書》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節 《西伯來書》第一章 第二章第三節 《西伯來書》第一章 《西伯來書》第二章 《西伯來書》第二章 我们的神他创造万有以后就不管了 就任凭这世界由他了 不是 神不但创造了万有 他还时常的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 我们知道人造卫星在地球绕绕绕绕一段时间的 不调整它的轨道的话它就掉下来了 你想何况地球绕了太阳一只转 那又月球绕着地球转 如果没有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他们 怎么会绕得这么精准呢 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宇宙原来的次序都是被神调整的 调好的 那现在在启示录第六章十二节开始呢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整个天象都出了问题了 整个天象地都出了问题了 他这里说地大震动 日同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雪 那这个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十三章九到十六节 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九到十六节 以赛亚书的日的灵道必有残忍忍忍忍忍入指这地光阳 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的重心群羞都不发光 日头一出就变黑暗 月亮也不放光 我必因那恶刑罚世界 因罪孽刑罚恶人 使骄傲人的狂傲 让此习制服强暴人的狂傲 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 使人比阿非纯金更少 我万军之野花在分分钟发念路的日子 必使天震动 子弟摇汉离其本位 人必向被追赶的路 向无人收据的羊 各归逼回本族 各逃到本土 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 凡被捉住的必被刀伤 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 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 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 你可以看到 这里说到一件事情 当耶和王的日子临到的时候 那这些天象出了问题 地也出了问题 所有整个世界的问题都出了问题 都出了问题 这指耶和王的日子 所以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雪 这是指的野花的日子 也就是神愤怒的日子 那在新约里面 马可福音十三章里面 十三章二四到二七节 这里提到主的日子 十三章二四到二七节 在那些日子 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 月亮不放光 重心要从天上坠落 天使都要震动 那时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大能力 大荣耀 降云降临 他要拆请天使 把他寻民 从四方 从地极 直到天边都朝聚而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日子的灵道 灾难 看到这些灾祸的灵道 就说到一件事情呢 说到这是主的日子要来到的 野花的日子要来到的 那日头变黑像毛布 这毛布又是什么意思 毛布在希腊文 它原文里就是麻布 好像人悲哀 麻衣 好像有人悲哀人死了 你要披上麻衣的意思 这个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三节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三节 我使苏天以黑暗为衣服 以麻布为遮盖 麻布就指着这个 麻布就指着这个 所以 他这个日头变黑啊 像麻布一样 为什么用麻布来表裕呢 就是想到 这有灾难的道 就想到有人要死亡 那接下去就是悲哀痛苦了 悲哀痛苦了 那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六 我先把那个表面意思来看一下 那这一段主要让我们知道 到底这些灾难临到的意思是什么 它主要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难 我们先要看 灾难临到的意义是什么 那第二个 就是说 我们如何应对 我们先把这个灾难 每一节都是一个灾难 灾难它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重要点就是说 这些人到这些事情 我当如何应对 六章十三节 他这里讲到天上的星辰坠落 如同不花果树 被大风摇汗 你看那个以赛亚三四章第四节 就讲到当成审判以东地的时候 就是这种事情 以赛亚书三四章第四节 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 天背绝起好像书卷 其上的万象叫残背 残拜 像葡萄树的叶子 残拜 又像胡花果树的叶子 残拜一样 那三四章这里是讲的 针对那些以东地人 他们对他们的审判 那启示录六章十四节 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掘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 本位 那到底又是指什么意思呢 也是指个审判的时候发生的 我们看那个拿红书 第一章五到八节 拿红书第一章五到八节 第一章五到八节 我念给你们听啊 大商因他震动 小商因都消化 大地在他面前突起 世界和住在其间也都如此 他发奉恨谁能立得住呢 他发念入谁能当得起呢 他的愤怒如果倾倒 磐石因他崩裂 野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 为人的宝藏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当他必以仗义的洪水 淹没尼尼威 又驱逐厨艇进入黑暗 他表面上是审判尼尼威 但事实上他审判这个地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情形 尼尼威就是现在所在的伊朗 那耶利比书第四章二四节更是如此 耶利比书第四章二四节 我观看大山包料尽都震动 小山都摇汉摇来摇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天挪移地也震动 但是那个地上的君王 我们刚才讲的从十二节到十四节 都讲到天地的情形 那住在其中的人 这些地上的君王 承载将军夫妇壮士 而却自主的和为奴的 他们为什么要藏在山洞里 为什么要藏在岩石线 你知道一般来讲 这个最能觉得自己安全的像军王 像那个承载 像将军 因为他们都有权势 所以他们下面有人来保护他 对不对 你像那家人欧巴 他要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哇 那个先前部队 那些安全人员 不得了 保护他 所以 这些君王 成宰 将军 他们都不应当 有难处 但是为什么会说 他们要藏在山洞和岩石线里呢 那到底藏在山洞和岩石线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在旧约里面 我们来看啊 这个有些人啊 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山洞和岩石线里去 撒末尔上十三章第六节 撒末尔上十三章第六节 你知道扫罗带人啊 要打菲利斯人的时候 这个 他们看到菲利斯人仗了多 所以第六节讲 以色列百姓见自己 围棘 久迫 就藏在山洞 丛林 石线 礼秘处 和坑中 所以在当时 如果人啊 一般的百姓 他们要藏在山洞 岩石线里面 就是因为 怕死 他现在看到自己 围棘 围棘 就是怕死 但是 但是对这个 将军 对这个军王 承载将军户户 钻事了 那他们怎么会也躲在里面 那他们躲在里面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看以色列百姓书 第二章 第十节 还十九节 第十节 林章 进入 岩石 藏在土中 躲避耶尔华的镇像 和他 灰眼的龙翁 他们躲进去 因为他们拜偶像 他们这些偶像 他们是一群 拜偶像 结果偶像 不能帮助他们 当耶和华的圣路 领导的时候 他们就躲在 岩石线里面 他们不是怕死 事实上 他们怕 面对了 比较瓦山 你看第十九节 十九节 我把十八节也讲一下 偶像必然 必全然废弃 耶和华 兴起 是地大震动 的时候 人就进入石洞 进入土屑 躲避耶和华的镜像 和他威严的荣光 到那日 人必将 为拜而造的 金偶像 引火像 抛给田鼠河 蝙蝠 到耶和华兴起 使地大震动的时候 人跑进入 磐石 洞中 和岩石线 躲避耶和华的金像 和他威严的荣光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他们把那个 银像啊 金像啊 都放在洞穴里面 你知道常常有些神龛啊 神龛 他们把它放在那里 有一个 在那个 盖沙利亚 盖沙利亚黑门三下 就有一个洞 他们 那边有很多的神龛 就是把偶像 银偶像 金偶像 放在那里 他们拜 他们那个神 那到神正路的时候 这些都没有用 都抛弃 因此 他原来放在那洞穴 现在那个洞穴 成为他们逃避的地方 躲避 以耶和华的惊吓的地方 和他威严的荣光 那神在这里说 你们修要依靠世人 他离空里不过有气息 他在一切事上 你算什么呢 然后那些躲进去 你想他们 会悔改吗 是因为耶和华的正路 躲在里面 说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第九章 第十节 启示录第二十节 对不起 启示录第九章 二十节 其于为 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人就不悔改 自己所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 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经营同牧师的偶像 又不悔改 他们那些凶伤 邪术 坚引 偷窃的事 站在灵透的时候 还没灵透之前 他们就拜这些偶像 按行邪术的事情 等耶和华来的时候 他们把偶像 丢掉 躲在山洞里面 等到好像事情又没有了 又出来 人就不悔改 但不会因为这些事而悔改 人就继续敬拜这些偶像 这些是在末世的时候 人的光景 不会 在十六章 启示录十六章 八到十一节 这里讲到 当人受到灾难临到的时候 他不但不悔改 还陷入神 你看哈 八到十一节 第四位天使 把网倒在日后上 叫日后人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火烤 就陷入那 有权 掌管这些灾的神 这名 并不悔改 将能要归给神 第五位 天使把网倒在 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 就咬自己的舌头 用于所受的疼痛 和生的仓 就陷入天上神 并不悔改 所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人到了灾难 就是第六亿以后 所以人难怪 这个灾难一临到的时候 救恩的门就关了 因为人不会悔改的 人不会悔改的 我们现在人就有 救恩的门是开的 如果有悔改的机会 赶快悔改 赶快悔改 这个《启示录》 第六章十六节 他这里讲到 像三汉原始说 倒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 做宝证 恶者的面目 我们羔羊的愤怒 为什么要躲避 他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 并不是表达他悔改 并不是表达他怕死 藏在里面 他是怕神的面目 怕神的愤怒 就怕面对神 但是你死了以后 人就是要面对神 那为什么要藏起来 躲起来呢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在《创世记》里面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一段 就讲到 就是《创世记》第三章 第八节 《创世记》第三章 第八节 天起了凉风 任何人 如何能够躲避 神的愤怒呢 就必须 这位挂在 十字架上的 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 挂在木头上的 这位耶稣基督 只有借着他 能躲避神的面目 凭着一个 无花果树的叶子 没有办法躲避 凭着这些树木 一重的树木 也没有办法躲避 只有借着 挂在木头上的 这位耶稣基督 才能躲避 神的面目 那这羔羊的愤怒 就是指主耶稣的愤怒 神的愤怒 不是在将来会发生 现在就有了 我们看那个 《罗马书》一章 十八节 《罗马书》一章 十八节 原来神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 但却不潜 不义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 行不义 阻挡争鸣的人 那我们知道 坐在做网 做者的面目 还有羔羊的愤怒 那这个 他这些都是讲的什么呢 都是讲到 针对那些不义的人 针对那些 行不义 阻挡争鸣的人 针对那些 不虔诚的人 不敬虔的人 那在启示录 启示录 十九章十五节 启示录 十九章十五节 那里讲到 神的愤怒 十九章十五节 有历见从他口中出来 历见从他口中出来 一般来讲就是指神的话 借着他话来击杀 可以击杀列国 他并用铁杖 挟押他们 并要揣全能神灭露的九章 那这个揣神 全能神灭露的九章 他一般是指在 这个 启示录十六章 十二到十六节 里面发生的事情 启示录十六章 十二节到十六节 里面所说的 就是哈米基多顿的 大征战 那个时候 所有的这些 跟以基督的 所有的这些 违背神的 跟这些 鬼魔的 全部集中在 哈米基多顿 哈米基多顿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在 就相当于 这个约沙法谷里面的 米基多 哈米基多顿 他原文的 主要意思就是 屠杀的三的意思 在那里会发生 在灾后的 最后的 祖千连国度降临 最后的那一段 大征战 这个征战很恐怖 啊 那个征战是 非常恐怖的 啊 这个 所有人死的 那个 这个血水啊 都高到 马的绝缓 所以是 非常恐怖的 一件事情 啊 但是呢 这是使 神 的念路 神 愤怒的 大 九丈 神要 针对 这些 敌基多 和跟随 他的人 在那里 做最后的清算 所以在这样的 愤怒之下 羔羊的愤怒也好 神的愤怒也好 做宝座者的面目 没有人 能站住 没有一个人 能站住 我们看拿红书第一节 第一章第六节 看看我们组分的拿红书 拿红书 第一章第六节 他这里讲 他发怒 愤恨 谁能站住 他发念路 谁能担任 他的愤怒 如果倾倒 磐石 因他分裂 所以没有人 不但人站不住 当不起 连磐石 地都承受不了 马拉基 第三章 第二节 马拉基 第三章 第二节 他来了 谁能当不起呢 他写现的时候 谁能立得住呢 因为他如 炼金之人的 如 瓢布之人的 结 所以没有人 当不起 没有人立得住 那这样 我们面对这个 我们现在应该办 现在最重要 我们知道 将来会发生 很多可怕的事情 当第六个音开始 就是说 灾难一开始的时候 所有恩典的门 全关了 恩典的福音 没有了 只有永远的福音 传出来 那我们面对这种灾难 我们的态度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 我们知道 这个耶和华的日子 它代表着什么 耶和华 他日子就是为了审判 除灭这些罪人 比如在 以赛亚书十三章 第六节 和第九节 它主要 没有别的 就是神的愤怒 和神的审判 它临到这些罪人身上 它要服掉 以赛亚十三章 第六节 你们要哀嚎 因为也要滑着日子临近 这日来到 好像毁灭 那从全能者来到 所以 人手都必软弱 人心都必消耗 他们必惊慌悲痛 愁苦 必将他们抓住 他们很重 好像产烂的妇人一样 以此惊奇相抗 脸如火焰 也要滑人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愤恨 灭入死这地荒阳 从其中 他为了什么 除灭罪的人 那下面你看 他这个十一节 我必因邪恶 邪罚事件 因罪孽 邪罚恶人 是骄傲人的狂傲 只惜 自服强暴人的狂傲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严法日子 是对付这些 不义的 不敬虔的 不行正理的 那主的日子是怎么样 你知道 主来的日子时候 天前五章二节 天上罗林家前书五章二节 主来的日子是怎么样 因为你们自己 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 如同产烂 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所以 像贼一样临到 一般来讲 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 像贼一样临到 他贼一来就偷有价值的 所以就把那个有价值的 先把它提走了 没有价值的留下 让他多受苦难 一般是这种情形 那我们面对 那个夜华的日子 看主来的日子 我们到底应当怎么办 我们应当怎么办 在旧约里面 我们看 我们先看 旧约里面 如果这个日子临到 像以西节 十三章第五节 没有上去赌党破口 也没有为以色列家 承修强缘 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 在镇上 按赞的住 当耶和华的日子 来到的时候 我们应当学习 一件事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任何地方有破口 漏洞的 我们都想办法 把它和堵上 墙连没有修好的 我们应当把它修好 因为这个漏洞 和墙连 都是撒旦 能够进到我们中间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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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 我们要学习 在我们中间 弟兄姊妹中间 不应当有破口漏洞 让撒旦能进来 比如我今天得罪一个弟兄 或得罪一个姊妹 我能求原谅 就早点求原谅 我能求赦免 就早点求赦免 不要因为一点点小的疙瘩 使得我有漏洞 使得我有破口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耶华日子还没来之前 你这种各样的破口漏洞 都要读入 那还有 这个约尔第二章十二诀 约尔书 第二章十二诀 耶华说 虽然如此 你们应当哭泣 应当尽时哭泣 悲哀一心归向我 你知道在神的日子里面 我们要学过一种生活 就是敬虔 这些所谓的 尽时啊 哭泣啊 悲哀都是敬虔的一种生活 过一种什么 一心归向神的生活 而不是远离神 而不是远离神 这是在旧约 他神有这样的教导 那新约呢 我们看彼得后书 第三章十二诀到第十三诀 彼得后书 第三章十二诀到第十三诀 确确眼望 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 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也就是说我们要过一种生活 什么生活呢 就是敬虔的生活 过一种 确确眼望神的日子 来到的一种生活 只有借着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们才能闭眼 那将要来的灾难 那切三诺尼迦前书五章 第六节 切前五章第六节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 警守 这个警醒 警守啊 就跟那个 你看到下面第七节啊 因为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睡醉的 睡了的人 是在夜间醉的 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 都应当警守 把信和爱当作复兴净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 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 神不是预订我们受刑 乃是预订我们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祂替我们死 叫我们无论醒着 睡着都与祂同佛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 互相建立 正如你们述常所行的 这个《天三诺尼迦前书五章》 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是给所有的信徒们 一个最好的 一个面对灾难的时候 当野华涅落的日子 祖来的日子 羔羊愤怒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应当怎么样 过生活 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 教导我们 一定要警醒 警守 他的警醒 警守不是说我不睡觉 英文叫做sober 就是我这个很sober 这个脑子很清楚的 希腊文是never 你知道一个开车的人 好像我常常有的时候 从西雅都回来开车 如果我吃了饭 或者我在西雅都 他们请我吃饭 或者我吃饭留下来 我吃了饭以后 我再开车 我这个脑袋 就不管用 开了一半 就会睡觉 很危险 很危险 所以我绝对不吃饭 为什么呢 会保持我的脑子 清醒 那这里 这里警醒 警醒 警守跟喝酒的关系 所以喝酒就醉 那这酒当然 也可能是物质的酒 也可能使得我们属灵的 因为很多人呢 因为酒是使人怎么样 心里快乐 酒是使人怎么样 暂时好像是忘记了 那死人能陶醉在 在现有的环境里面 而忘了 我将来要面临的一些事情 但事实上呢 酒会使人怎么样 这个放纵 酒呢 会使人呢 这个 撕掉 何事的行为 所以 他这里讲得很清楚 就叫我们 不要说罪 也就是说 叫我们 要警醒 警守 但又怎么样来 警醒 警守呢 他就是这里所说的 用爱 用性和爱 当作复心 净之凶 对神的心心 对圣族们的爱 你知道这个 要爱 我们的灵社 爱 我们的弟兄 一般来讲 根据 路加回音 应该是上次我们讲的 路加回音 第十章 第十章 二十五到三十七节里面讲的 撒马利亚人的故事 The Samaritan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要爱我们的灵社 首先我们必须要为 要被那怜悯我们的 所爱 然后我们才能爱 那怜悯我们的 也就是能爱我们的主 当我们能爱主的结果 我们就能爱 那看得见的弟兄 爱 主所爱 所以这个信和爱 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相信这位主 我们也愿意与主 过同样的生活 我们接受 从他那里所得到爱 信什么呢 信他对我的爱 他将他的生命 和他的圣灵 来伙伤我们 去接受我们的神 然后我们来爱他 因为爱他的缘故 就能爱我们的 周遭的他所爱的圣徒们 和我们的灵社 用信和爱来复兴 当做复兴记 遮凶 也就是说 不让撒旦在我们身上 有任何地位来控告我们 把得救的盼望 当做头盔 带上 为什么要得救的盼望 当头盔 带上 也就是所谓的救恩的头盔呢 因为我们常常 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常会觉得 到底我得救了没有 或是我这样 我这个神要不要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信了他 我们归入他的名下 他永远会丢弃我们 这个信心啊 很重要 信心很重要 要过这样的生活 也就是说 面对神的愤怒 面对一切的灾难 面对羔羊的愤怒的时候 我们要过一种生活 就是警醒 警省 不应 酒 罪 我们是清醒的 过一种生活 让信和爱 当作复兴禁 来遮凶 过一种 这个其实就是 过一种教会生活 让撒旦在我们中间 没有可以控告我们的 我们最麻烦就是 撒旦天天控告我们 那我们因为被控告 我们这个软弱下去了 控告到一个程度 变成我们好像 到底我们得救了没有 还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借着 幸福和爱 当作复兴禁 遮凶 把得救的盼望 当作头盔 也就是救恩的头盔 戴上 然后还过一种生活 我们彼此劝慰 互相建议 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 有的人会软弱的 那软弱怎么办 帮他 帮助他 劝他 鼓励他 好让我们一起做得胜者 所以这个警醒静悟 谨醒 谨醒 谨守啊 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那个 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 第五节 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 第五节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焦念 我离世的时候到 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写完就被砍头了 他连在最后一刻 被尼路王砍头 寻到之前 他还勉励 徐莫太 你要凡事谨慎 忍耐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所以这个谨慎 就是指的这个 不要因为一点事情 我们这个人都 情绪就变动 不可以 保罗到最后要死的时候 都还这样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 所以要愿意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就带来给你们的恩 这时候我们要过了生活 我们要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所以我们的心要注意去了 因为谨慎自首 跟我们心的决定 地质很有关系 第四章 你的前书第四章第七节 万物的结局尽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自首 谨慎自首 最要紧的 是彼此确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反戴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 做神百般恩典的 后面的恩赐 是恩典的意思 做神百般恩典的 看到没有 所以在神 面对神的愤怒的时候 我们该过怎么样生活呢 就是这里所说的 谨慎自首 进行祷告 彼此确实的相爱 不要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百般恩典的后管家 这些话 彼得当时劝勉 善在各地的那些犹太人 犹太人基督徒而言 因为他们说不一话 今天这话 也对我们说 最后一出经节 第五章第八节 我们把第七节语了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他顾念你们 不要谨守谨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无同口罩狮子 遍地流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第九节呢 你们要用千古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 经历这样的困难 所以 我们 为什么要谨慎 自首呢 因为这个末日 到 为什么呢 因为撒旦 如同吼叫狮子 如果我们 不小心 就给吞吃了 那谨慎自首 主要也 要使我们 要使我们 使我们 禁 神所托过 我们的职责 让我们彼此扶持 彼此相爱 带我们 能胜过 这些将要来 神的愤怒 将要来 这个高养的愤怒 使我们 免受其灾 我们能 度过这些难处 所以 这六一 一般来讲是 所有 只不过是 灾难的起头 还不是 灾难的中心 或是终结 终结在后面 是灾难 干干起头 那这些 我们一知道 这些灾难的结果 我们知道 主来日是敬 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 谨慎自首 应当谨慎自首 就像 比特前书第四章 第七节所说的 万物的结局进 所以 我们要谨慎自首 谨慎 祷告 那我们今天 这个查经就提到这里 剩下时间 弟兄姊妹